任天堂第一神作都有哪些梗 我叫林克不叫萨尔达 你知道吗 萨尔达传说的主角 其实他不叫萨尔达 而是叫林克哦 对对就是他 虽然他个子不高 留着一头秀丽长发 还会穿女装 但他真的不是萨尔达 萨尔达是旁边这个短发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叫林克的传说就好呢 当初任天堂的游戏之神公本帽 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的铁粉 而他的妻子就叫萨尔达 他觉得这名字很不错 听起来下一名有这坚强心灵的女性名字 便决定去直接拿来用了 而整个故事是围绕着女神而发生的 林克作为勇者只是故事其中的核心一环 当然这么说逻辑上说得通 但新人单看标题就会默认主角就叫萨尔达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玩家们之间的羹 那么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又知道眼前的这个可爱的小神鹿又叫什么吗 在二林克 在二是萨尔达传说 旷野窒息对魔王加农的称呼之一 意味着他的出现 让这个海拉鲁大陆陷入万劫不复 森林涂炭的人间炼狱 然而野衰林克的人间性能实在太过强悍 硬核玩家开始用各种方式来花式吊打一些强大的敌人 把萨尔达传说完成了恶魔猎人 比起加农这个百岁老人 更像是当初被封印的可怕深入 于是宰赫林克 海拉鲁老流氓的称号开始传开 到了王国之类 救济手的能力让林克可以将各种材料粘在一起 加上各种高科技 什么坦克超时空要塞战机 钢弹 中华大家农现在统统都搬得到 从超古时代直接变成现代战争 还有这个无限雅哈哈迫害机 雅哈哈表示虽然我不是人 但你林克是真的狗 同一款游戏不同款弱智 这个梗的起源是来自英语圈的萨尔达玩家 在王国之类的预告 有一句台词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会是林克 而林克搭配着气势磅礴的音乐闪亮登场 但大部分玩家的林克怎么可能这么帅呢 于是有一位网友就把这一段搭配上 玩家各种迷之操作的滑稽画面 来调查看这个最后防线 好像不是很靠谱到能够拯救世界 而王国之类发售后多亏游戏的物理引擎 和极高的自由度 玩家无限的创意也诞生出了更多的失败激进 而在中文圈也有弱智合机 竞选弱智爸爸组这类的影片在广泛流传 虽然大家都是林克 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就是这么大的呀 Hey look listen 只玩过旷野之体和王国之类的朋友 可能不太熟悉这句话 但他其实是来自萨导传说的另一部神作 十字笛的小精灵Navi 在游戏中是作为指引林克的向导存在 游戏中他会提示你敌人的弱点 在周围有互动的时候会提醒你 招牌台词就是 Hey listen 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时间长了不能关掉 你不理他还会一直重复这点 让人莫名开始讨厌这个小帮兽 这个让人烦躁的程度和隔壁的艾斯蒂算是有了一瓶了 早年前的二搞二创动画和Rap 都是直接抓着这点在疯狂DizNavi 而在之后的作品中 因为游戏设计的进步已经不太需要向导 小精灵也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复活道具 但这个画老小精灵 还是了这部神作成为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NPC之一 加农多夫 加农多夫是萨尔达传说的反派角色 手持力量三角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扬扬要摧毁征服海拉鲁大陆 早期的作品中都是野猪的形象 到十字笛才有了一个比较人形的魔王形象 大部分设定中 是格鲁德族100年才出现一色的男性 所以整个部落都是他的后宫 而在王国之类的预告中 前作中已经流行成灾难的加农 在本作中得到人形态的加农多夫 并且形象还非常的帅气 在人设发布之后 就让许多人对这个大魔王起了色色的念头 各种糟糕的发言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甚至在某个黄黑网站的人气排名 甚至排到了第六 原来加农多夫的农 是超农奇事的农啊 这个台词来自萨拉达传说 在1989年推出的美国动画 虽然是目前唯一的萨拉达传说改篇动画 但这个绝对可以充实任天堂过去的黑历史之一 原版的林克作为勇者不仅形象阳光 平时也是完全不说话 算是非常正派的勇者形象 绝对称得上勇气三角的拥有者 但这个动画里 林克不仅嘴巴超贱 主角林克也被塑造成一种 只想要从萨拉达公主所闻的大恶难 除了说话很贱之外 他的口头禅 excuse me princess 短短13集内就讲了快30次 而因为某部旷野之籍 速通恶搞动画里 林克唯一会说的台词只有这句 excuse me princess 这个口头禅就小火了一阵 不凭父倫 在什么 adds一个 omi 小明镖 登山 兄 明镖 突咬 我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